太精彩了 很新的一个花名 是是是 非常谢谢 谢谢杨博士给我们 很精彩的示范 在这过程中 让我们深深的发现 这些我们想起来 是很简单的事情 说热其实是有它的好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很需要温暖 那么热也可以变成热能 可惜我们需要有点智慧 才能把它转化 那你不给它转化 它就浪费掉了 转化的话就可以留存下来 让我们的夏天跟冬天的日子 不会受到影响 那这方面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郑博士 像刚刚所说的这些东西 怎么样把它变成量产 怎么样真正能够买得到 用得到 这样还是发明的阶段 对不对 现在已经量产了 已经量产了 对 主持人问的好 因为我们绿建筑 有一个评估体系 就是说你是不是符合 这整栋房子 因为它有九个指标 但是你要达到这九个指标 你有许多达到的方式 像刚刚杨教授提到这个东西 它就属于我们绿建材的部分 我们所谓绿建材 我们也分了四种样子 全世界大家都在想 那什么样子才叫做生态的 怎么样才叫做符合 大家需要的绿建材 我们国家已经把它归纳成四种 像刚刚这个我们就叫做 高性能的绿建材 不管是隔音 隔热 能够发电那是更好的 那是因为它还增加的能源 所以这个是一个符合的产品 但是在绿建材来讲 这符合我们一个叫做 高性能的绿建材 那其他还有像我们再生的 就是废弃物再把它做成材料的 那还有这个所谓的健康绿建材 我们任何东西用到房子里面 不要有这个VOC产生 就是有机的这些compound出来的 就甲醛 那平常我们讲甲醛这类 那还有一个就是 所谓的生态绿建材 我们要用这个规定去种的木材 这些快速长的这种材料 这种叫生态绿建材 所以这四种东西 是属于我们的绿建材 在我们市场上也买得到 那我给杜伟提供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刚刚来我特别去看了 查了一下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绿建材 已经有1785种 有109个公司 他申请了205种的 这个绿建材标章 所以是相当蓬勃 在台湾 当然也希望大家 是进口的吗 还是台湾 我们自己有专利的 大部分都是国内自己做的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 多去采用绿建材 而且也会要求建筑师说 你这房子里有没有用使用绿建材 我希望做一个健康的建筑 所以它不管是油漆也好 地毯也好 天花板也好 都要是健康的建材 所以它这个有标章 有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将来 我们的业主主动的要求 希望能够提供 那我想从一开始 我就请教了这个郑教授 郑博士 你也提到说 这个life cycle 你使用这房子是要长期算账 不能短期算账 不过我听这句话的背后 大概就是说短期会比较贵一点 像刚刚讲的这些绿建材 大概不会便宜吧 但是我想健康是无价的 如果你讲到健康 我好打个比方 我们买个新车 早期大家都说 有新车位 有没有 觉得新车 其实那个不好 那个里面就是那些 那个vinyl的出来 溢出来的东西 那这种有机的这种辉花物 对我们肝 对我们身心都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进一个房子 应该要一进的房子 都没有油漆味 那才是标准 那才是标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建材 都要做成这种样子 那才是标准的 那我现在懂了 所以郑博士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无价的 所以不管多少钱 都不能够买走 我们的生命跟健康 那特别您刚刚提到 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油漆 每次我们到了新房子 这个油漆的味道 是最要忍耐两三个礼拜 我想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 那么所以在这整个的 政府的推广的过程中间 我们等一下先进一下广告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一下 究竟我们在整个绿建筑的 这个立法也好 各种的标章的推动也好 究竟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而建筑师对这个看法 是什么 进一下广告 稍后来 欢迎再回到100 请您请报现场 刚刚我们跟各位一起介绍了 我们今天有请到两位贵宾 在我们的中心一起来畅谈一下 绿建筑是不是未来的主流 各位平常居住的房子 旧的房子已经来不及了 新买的房子 尽量希望能够用各种的绿建材 来建造一个绿建筑的生活空间 不但是合乎政府的环保规章规定 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 但是我们都知道 绿建筑最大的考验是建筑师 也就是说有好的建筑师 他懂得怎么样来设计跟规划房子 让你整个房子有符合绿建筑 那如果没有好的建筑师 他不能够把你规划这个房子 有绿建筑的话 不但通不过拿不到使用执照 可能还会让你多花很多的这个电费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我们要call out给一位建筑师 来听听他的苦水 听听他的一些想法 我们在线上正好有一位建筑师 在我们的线上 陈奕文建筑师 奕文你好 社长你好 声音稍微大一点 奕文请教一下 这个绿建筑的政府已经开始规定 要合乎绿建筑的指标实施以后 是不是对建筑师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对 没错 那主要为什么会对建筑师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就是因为现在政府 来推那个绿建筑标杖 那绿建筑标杖本身 政府在这方面的鼓励 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充分 那这从去年开始 就龙基的放翻 有相对的鼓励 但是目前还没有 实物上的设计的成果 还没有展现出来 那以前绿建筑的推广 之所以会受到阻碍 在私人建筑的部分会受到阻碍 主要是因为它对这方面的 鼓励不足 那对公有建筑的部分 是因为法令有规定 必须要取得候选立建筑 那我想请教你 这个过去你们公司 是否有取得公共 就是公交 因为从2003年 好像就规定就是 只要你标 标工程 我们很多案子都有拿到 那个候选立建筑标杖 但是以公共工程来说 台湾目前的公共工程 因为我疏所的公共工程比较多 那目前统计出来的结果 是十个公共工程 大概只有一个 会去拿到正式的立建筑标杂 拿候选标杂的目的 只是为了取得建造的方便 被强制规定 并没有强制规定要取得标杂 目前以前的公共工程 是没有强制规定要取得标杂的 但是有强制规定要取得候选立建筑标杂 先取了候选资格 但是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去取得正式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一文 就是通常你们建筑是 接到一个案子以后 如果一定要符合绿建筑的规定 在哪些方面要去努力跟规划 以前是七大指标 现在是九大指标 那必须要做的是节能的部分 跟水资源的部分 那节能的部分主要是空调跟外周区外壳 遮阳可能会多了一些利面上的趣味 主要是在这个 那会不会有假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 有有有很多 就像公共工程为什么很多到最后 没有取得正式的绿建筑标杂 就是因为先拿到货选标权就是做假的 那后来变更设计的过程就把空调给变掉了 空调一变掉 很多都不知道空调变掉 很多业主都不知道空调变掉之后会影响正式绿建筑标杂的取得 空调一变掉之后呢 那整个空调耗能的部分就过不了了 是 所以这方面恐怕政府还要更严谨来审核 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一文 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绿建筑的推动的过程中间 你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更扩大 让绿建筑的观念更多的被大家所接受 怎么样来利用一些手段来处理 一个就是当然是教育的普及啦 让大家都知道绿建筑是亚热带 台湾未处亚热带气候虚 它遮阳就是一个基本的余晦了 对 那透过教育的普及让大家都有这种观念 那因为另外还要就是透过教育的普及 让大家对人员节能的部分有观念 让大家就得绿建筑接受的那个意愿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就建商的部分来说当然就是最直接就是容积的鼓励 容积的鼓励就对了 对对对 那你觉得现在政府的鼓励够不够 目前的鼓励其实刚开始够不够 其实旧销售的状况 因为现在房地产刚好也不景气 看不出来是不是鼓励够不够 是是是 对 好非常谢谢你 那义文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好谢谢 拜拜 谢谢 好拜拜 那我想问一下 刚刚这个建筑师有没有合乎标准 我想大家都朝这方面努力 我觉得刚刚提出来 就主持人